法国准备发展医用大麻种植 目前法国治疗用的大麻都是进口的 法国医药安全局设立的一个科学委员会 2月18日开启了研究工作 目的是为未来法国发展医用大麻种植业做准备 法国医药安全局领导医用大麻的试验工作 确定以大麻为基本成分的药物的规范 其下设科学委员会由11名成员组成 将在4个月时间内 对从大麻种植到药物制成的各个生产环节 提出规范 克莱蒙费朗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医生 药物学家奥提一负责领导这个委员会 其他成员包括卫生部 经济部和内政部的代表 以及法国农业 食品和环境研究所的代表 还有药剂师工会全国委员会的代表 2021年3月底以来 法国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试验 用医用大麻给3000名病人治病 试验不考察治疗的有效性 而是考察在全法推广的可行性 预计结果将在2023年9月提交 未来4个月上述科学委员会 将对四氢大麻酚和大麻二醇等成分 以及使用的大麻种类作出评估 对药品机器原料的跟踪问题 种植的检控问题和药品质量标准问题提出建议 科学委员会还将听取相关业者的意见 目前法国使用的以大麻为基本成分的药物 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和以色列等国家进口 医生只有在其他治疗方法无效的情况下 才能给某些严重疾病患者开这类药 2021年6月公布的一个报告称 法国在这方面严重之后 世界上已经有50多国 允许使用药用大麻治病 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服装面临涨价 近几个月来 受到全球经济复苏以及能源和运输价格飙升推动 棉花、亚麻、丝绸、羊毛、尼龙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这对纺织行业来说是巨大挑战 可能导致服装价格上涨 从而影响到消费者 2021年棉花价格上涨了近45% 2022年2月初达到每磅1.29美元 这是最近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有机棉花行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数据显示 印度90%的有机棉花价格在一年内飙升 羊毛和亚麻等其他天然纤维的价格 在下跌近三年之后 在2020年底以来也在上升 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 也推高了棉花竞争对手合成纤维的成本 据指尼龙、丙锡酸是由石油衍生的化学品生产的 因此其价格与石油价格直接相关 而目前石油价格接近七年来的最高点 这种情况对纺织业来说 意味着原材料短缺和成本增加 由于纺织品买家希望通过囤积库存 来保护自己免受价格上涨的影响 需求就更加强劲 这导致全球买家都面临棉花供应短缺 业界受到运输成本飙升的影响 比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更大 比如从亚洲运往美国的一个集装箱 现在运费在1.2万到1.6万美元之间 而新冠疫情爆发前的运费为3000美元 服装和纺织品行业巨头们 正在努力控制价格上行的影响 希望能够平稳着陆 英国快时尚巨头PMark的母公司 英联食品集团向法新社保证 由于有利的汇率形式和商店运营成本的降低 其生产成本的增加不会导致成品价格上涨 日典快时尚巨头Echandam集团表示 已经习惯了原材料成本波动 以及其他可能影响采购成本的外部因素